有些同學準備九月頭開學 一南中山小 你為何感覺我?為何不做事? 千萬不要像我 成為Space裡面最差的那班人 人生的大低谷 在這裡就算了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Eric 我現在身處在九龍灣 HKU Space的前面 很久沒來 對我上次來已經是 我想我學生證的影片 就是我這個頻道第一條影片 隔了那麼久 看看能不能進去 因為有一段時間好像不讓人進去 但是之後又好像能進去 但其實我是事先做過這個志要守閘的 拿著KONU的學生證 是可以進去他的圖書館 所以如果他不讓我進去 我都可以說他這個圖書館 應該可以進去 我好久沒試過在這個街上 拿著CAM,有點尷尬 Whatever,快點進去 讓大家看看 這棟的寄宿是有13層的 我現在就在一樓這裡 我們去逐層逐層上去看看 你如何報名中心就是這裡 然後交錢、學生的東西都在 那些蛋糕不知為何好久都還在 蛋糕沒變過 今天是比較少人 應該沒有來錯 這裡有一個蛋糕 到處都是蛋糕 這個space 這樣就看到了 景色十分之開揚 反映出什麼呢 反映出就是沒有冷氣 當然了 趕了這麼多年都是沒有冷氣的 這裡 大家可以看看上面 這個就是這棟建築 最垃圾的設計 就是所謂的綠化 所謂的環保 整棟東西 我跟你說這裡所有的走廊 除了那些課室之外 全部都是沒有冷氣的 GETELS 我之前還在space上學 第一次讀阿蘇的時候 只要在地上這裡一直這樣上 上到最頂 就已經是整個身汗了 你看到應該是有些同學仔 準備九月頭開學 填了一些申請表 祝你們加油 好 這裡是三樓 有這個SU office 我不知道SU還在嗎 學生活動室 有電腦室 影韻室 護理學系的同學 就在這棟建築上課 因為他有這個護理實習室 和花園 我們就周圍看看 你看到這裡 香港… 甚麼 香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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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中心 那假設同學仔要用電腦 就會在裡面那裡用 你看到是很圖書館的感覺 我沒有進去用電腦 其次一走出來就是這個花園 你看到畫面都知道熱到爆炸 我曾經試過 好像試過是… 不知道是這層還是上一層 談好好的項目 但是就… 很熱 而且你看到一格起板 都不知道怎樣談 完全是… 非人性化的設計 你可以見到 好 然後這裡是… 在電腦室旁邊的學生活動室 這個室呢 就… 都是桌枱啊 凳凳啊 那其實我看裡讀的時候呢 都有在裡面 聊一下 Good Project 做功課 但是也是那句啦 你看到夾起來 我想都是十張桌子 八張桌子 但是整棟東西這麼多人是不夠用的 所以都是香港Space一個致命的地方 就是太空站很小 但是人很多 那就是了 有同學很努力地在這裡 扯爆自己了 已經看到了 好 那我們就進了這個 就在旁邊的 就叫做學生休息室 同時也是這個Space的SU 學生會的地方 我不知道SU還有沒有運作 但是他的辦公室還在 接著之後呢 就是影響房 還有一堆電腦 我看看這個電腦能否進入我的帳戶 等等 找一個超熟悉的畫面 你看到一天到來 就說你還有多少時間值 因為很多人排隊 所以如果你卡著電腦太久 他就會打你走 你看到這裡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給大家休息去坐下 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那三樓大致上是這樣 上四樓了 四樓就是這個 我最少去的地方 有這個英文村 英文鴨售是不會去的 然後圖書館及多媒體中心 這個我也是甚少去的 因為一去到亞蘇 你上課基本上就已經是 看reference 看reading 那根本圖書館已經很少用到 然後網絡實驗室 這個不知道什麼 我到現在都沒有進去 然後就是課室 你看到這裡 KEC403就是課室的位置 然後繼續走就是這個圖書館 那我們就繼續上了 後來先看看能否進入這個圖書館 OK 那你見到有些很偉大的清潔 工人幫忙清潔這裡 就是為了九月開學大家有好的地方用 那這個一樓是超級多 不同的Locker 這個Locker是要預訂的 那我當年是沒有預訂到這些Locker 那所以呢 我是沒有Locker用的 而且這個Locker很實的 就跟CC那些差不多 嘩 有個房間開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啊 看見到嗎 這裡就是HKU Space的貨室 嘩 真是超級懷念 那這裡有個椅子 那我那時候就坐最後 那有個貨室就會在那裡說話 那就會在這裡寫字 然後這裡有個網 嘩 其實這個網好像有點更新了 以前那個網是拉下來的 現在放在旁邊 嘩 老實說這個環境好像比CC那些貨室更好 好像漂亮了 因為我以前上課 是沒有在這樣的貨室上課的 你看看 嘩 正 這裡是好 這間貨室是超級正的 我不知道其他貨室是否這樣 但我覺得這間貨室是十分之良好 叫我Eric 我是今天的Locker 嘩 很正 真是很正 神經病 神經病 我覺得自己好像一覽中山少 你看看 別喜歡病 免得被人趕走就不好 好 我們走出去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應該是拿來做清潔的 這裡 超級多謝我身後的清潔工人 令我可以重回讀書的感覺 走進這班房裡 現在你叫這層的班房 全部都是黑色的 因為清潔才會特別打開 還有你看到有這些 超頹廢的 common area 我完全不明白這些究竟是有甚麼用 你看看 景是不錯 但熱到你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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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讀Space開學第一堂 就是我在這個叢林去港大裡面講的第一堂 讀SYCORE那一堂的課室 那當時呢 我可以抑述一下當時的情況 當時我就在最底那裡 一直這樣搭那個電梯上來搭搭搭搭搭 那跟著上來這個位置呢 其實我已經是超級之熱 那跟著之後呢 還要去入班房 那你叫我向左走向右走就是模擬當時的情況 裡面呢是前排已經坐滿了人 那跟著我老師在這裡 然後我就馬上9秒9呢 走到後來這個位置進去 是只剩下後排的那個位置 詳細感受和情節呢 從零到港大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看 那總之就是一個很不好的經歷啦 嘩 這麼早開的 你看到今天是8月29號已經開始這個 然後我覺得SYCOLOGY很慘喔 這班同學 只要7點到9點3 痴蛙跟誰上了 這班同學辛苦了 這麼快就要搶爆 那我們就去到這個7樓了 那你見到 一堆的這些垃圾桌椅 就是 完全不明白 我不斷繞圈繞上來 我其實已經全身汗了 這間是完全沒有冷氣的 所有公共地區 樓梯啦 電梯啦 被人聚集的空間 是完全沒有冷氣的 還有這些東西 不知道整理做什麼 其實根本上是完全溝通不到的 擺一部電腦在這裡 其實已經是敷了 還怎樣談計劃呢 所以可想而知呢 讀得Space 讀得九龍灣的人 一定是去那些有冷氣的 學生休息室 但學生休息室得這麼小 又怎會夠所有人用呢 它根本是設計有問題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東西可以設計得這麼垃圾 讀書就是想要一個舒適的環境 嚴嚴夏日烈日當空地這樣讀 真是頭暈啊 是不是 讀書講的路會散熱的 你散熱不了怎麼讀書呢 兩年 這裡都不便宜 這裡說的是十幾萬的兩年 這麼貴的情況下 這些這樣的讀書環境 我覺得真是 老實講不能夠接受 好 那我們繼續走了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人趕走 你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它都有一個設計的Space 你叫六樓的Locker是藍色的 七樓是黃色的 OK 而八樓是綠色的 所以有時候 如果這個人是迷失了方向 我們就會問他 他身邊是什麼顏色 他說完什麼顏色 我們基本上就知道它是哪一層 Public Area Public Area 其實六樓也還有Public Area 到處都是這些熱烈烈的Public Area 你看 多環保 有太陽臨板 八樓班房 看看有沒有人斜樓 左邊有望 沒有人進去 嘩 這間房更大一點 大家看看 還有冷氣 基本上每次這樣走進來才有冷氣炭 你叫做勁打板房 應該是有人在這裡做些不知什麼的 所以 我也不想在這裡逗留太久了 你幹嘛獨立人 你幹嘛獨立我 你幹嘛獨立我 你幹嘛不做事 蛤 我現在是一個獨立殺手 OK 我是要懲罰一些獨立我的同學 獨立性獨立到這樣怎麼救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個 好 好 冷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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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在這些這樣的環境 KING GOOD PROJECT做功課 真的不科不Happy 蛋糕都不知道做什麼 阻礙著 我寧願這個蛋糕這個位置放多兩部風扇 就吹一下這些位置 這同學怎麼讀書KING PROJECT 前天這位置根本是垃圾 嘩 嘩 是否很美呢 大家見到 我現在身處在十樓 接近這間最高 你看 快來到天台 環境豁然開朗 有個空中花園 可以在這裡坐下 談心 做愛做的事 一定被人看到 你看 對面大廈大廈大廈 十分開陽的景色 然後可以看到對面 不知道大家見不見到 我以前上學 就在這條行人天橋過 然後就會一直這樣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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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見不見到 見不見 這個位置就是五輪功 前身就是CITY 其實很近的 即是我那時的CITY 都在這裏 你看到這間 整間就是UOW 五輪功 你看到整間中學的設計 而且都不高 你看到一、二、三、四、五 只有五層那麼大 接著這個位置 再走進去就是德福廣場 德福廣場有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玩 很多東西有戲院 什麼都有 其實十分之方便 十分之近的 這裏 十樓這裏 基本上就是學生 經常進去的地方的頂部 唉 對了 那在一個開心蛋糕旁邊 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和總結 計計計計計算 說到也有五年沒有回來 老實說 作為一個曾經上過太空的地球人 是挺懷念的 雖然我在HKU Space 短短一個學期的生活 其實就真的不是很如意 不熟習阿蘇的環境 又跟不到同學相處得好 然後在功課學業上又不懂 基本上是一個人生的大低谷 在這裡讀書 他讀書的內容或者整個架構 真的很扯和很難 對於我這些英文垃圾來說 還有最重要的 我想如果沒有我在Space這次的挫敗 我是絕對不會經歷到那麼多 包括我之後想讀社工的念頭 入了HKCC 最後上回HKU 即是這個一連串的事件 其實都是由我在Space這裡開始 所以Space某程度上是我起點之前的起點 或者叫做我人生中學打喉的 其中一個轉捩點的前走 順便提到Space有很多間的院校 包括有銅鑼灣的寶梁 然後有金鐘的統一中心 即是我們俗稱的補習社 等等很多不同的院校 但是最原始最原始的 國安Space 其實就是我現在身處的九龍灣這一間 那地方是有點隔離的 老實說 但是這裡的確是整棟建築 有了一間學校要有的東西 還有剛才我進去見到的課室 我覺得是很漂亮老實說 其實這條片就去到這裏差不多了 我都是身為一個 在這裏讀過書的學生 回來都是覺得很懷念 不開心居多的 即是很慶幸有這個地方去磨練我自己 令我找清楚自己究竟是想做些甚麼 還有想走哪一條路 那我祝願接下來在Space 讀書的同學仔 加油 努力地去做好自己的本分 讀好自己的書 體驗一下這裏的環境生活 千萬不要像我那樣 讀到半桶水 然後就是成為Space裏面最差的那班人 因為Space的讀書真是超級講自己的自律性 基本上你所有事都是 預了是自己來 沒有人會在隔壁幫你 所以我都希望 准太空人們 努力讀書 盡快落回地球 至於其他的亞蘇學生 都希望大家 好好珍惜你這兩年的亞蘇生活 然後努力吵爆自己 想花一間自己想上的業務 讀自己想讀的課 那今天這條片到這裏了 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回憶之旅 有甚麼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就這樣 Bye